小朋友们连起都还没有骑就因为这边一大堆落死 就倒下去然后撞到那个撞到那个撞到那边的屋骨 小孩子就讲受伤手也受伤甚至有撞到头部 谈起女儿摔车经过妈妈既伤心又无奈 位在达人乡台板村的拉丽巴部落 今年一月开始埋设自来水管线 不过近期却平传民众摔车意外 当地族人认为是施工单位没有完善处理 马路开挖后的砂石导致车辆打滑 跌倒受伤 由于拉丽巴部落位处特殊的大斜坡地形上 只要碰到连日大雨 开挖后的土石就从高处往下流 族人指出从施工到现在至少有超过五位居民 因此摔车 已经不是一次了 而且今天又是不是说以我的小朋友我才要这样做 因为前面就是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我是想要维护我们部落人的安全 面对多起意外 家属男人情绪po文指责 而承包商透过脸书得知消息 立即派员清扫马路回田博游 并承诺会负担伤者的医疗费用 我们隔天就马上派师傅来把这个环境重新整理一次 也在这边非常抱歉 对两位小朋友的爸爸妈妈 他们去医院做什么检查或是医药会 我们公司会一定会把它处理完成 政府补助建制自来水管县 目的是解决部落用水问题 不过族人也呼吁厂商务必顾急 用入安全 避免发生更严重的意外 原事新闻 是不是谈多达人 采访报道